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带你们到我们的特色企鹅馆 我们要搭乘橡皮艇参加企鹅岛探险 Pangoon Expedition 近距离欣赏国王企鹅 这趟旅程非常冷 一定要穿着大衣注意保暖 我们出发咯 哇 企鹅在水里游来游去 好可爱哦 水面上结冰 它们都不怕冷吗 企鹅是鸟类 它可是冰上不会飞的胖胖鸟 如果是鸟类 它就是内温动物 而且可以维持体温恒定 是的 而且企鹅的体表 有能防水的羽毛 羽毛下面还有细小羽绒 搭配丰富的皮下脂肪 形成一道极佳的保暖层 哦 原来企鹅是鸟类 诶 可是企鹅又不会飞 怎么会是鸟类呢 谁说鸟类都会飞啊 听说纽西兰的国鸟 奇艺鸟 和跑得飞快的鸵鸟 也都不会飞哦 世界上大约就有 六十几种的鸟都不会飞 鸟类的肺可延伸出许多的气囊 就像身上有气球 加上骨骼内部中空 使得鸟类的重量减轻不少 哇 原来是这样 我绑上气球能飞得起来吗 你飞不起来的啦 哈哈哈哈 那鸟类的视力是不是也要很好呢 对哦 为了飞行时有良好的视力 它们的眼珠外有顺膜 能在飞行时保护眼睛 还可带动泪液分泌 以清洁粘附在眼球表面的灰尘或风沙哦 好羡慕哦 这样早上起来就不会满脸岩齿了 哈哈哈哈 现在让我来考考大家 是不是都学会了 儿苗是现存世上 除了鸵鸟以外最大的鸟类 仅分布于澳洲 被澳洲封为国鸟 下列有关于儿苗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肺延伸出许多气囊 B 骨骼扎实有重量 C 胎生 D 体外受精 答案是 A 鸟类骨骼因为中膨而轻 且为体内受精卵生 而它们的肺可延伸出许多气囊 减轻重量 帮助飞翔 故选A Bingo 我们进入下一关 哇 好漂亮哦 来这里一定要认识另一个明星生物 猪猪 你们知道它是什么生物吗 我知道 它是长得像美人鱼的乳梗 我最喜欢乳梗了 它会吃菜菜 没错 猪猪是乳梗 Dougans 乳梗不是鱼类 而是草食性哺乳类 乳梗和其他哺乳类一样 用肺呼吸 是有毛发的哦 而且乳梗的肺很大 从胸部一直延伸至肾脏附近 有助于延长潜水的时间 那乳梗在水里要如何繁殖下一代呢 大部分的哺乳类包括乳梗都是胎生哦 生物老师有教 少部分哺乳类是卵生 卵生的哺乳类有鸭嘴瘦和针眼 你们哺乳类学得很好哦 哺乳类都有乳腺 可以分泌乳汁喂宝宝哦 乳梗是胎生 特别的是 它们的乳腺长在奇壮的前肢肌部 当它用前肢夹着乳梗宝宝喂母乳时 被水手误以为是美人鱼 因此而得名 上这要喂奶吗 你很搞笑耶 猫确实也能哺乳哦 我们来澳洲还想去看袋鼠和五尾熊 听说小袋鼠会躲在妈妈的育婴带里 那它们是哪一类动物呢 五尾熊跟袋鼠也是哺乳类哦 只是胎生哺乳类具有胎盘 有袋类的胎盘就不发达 胎儿尚未发育完全就产出了 所以右体需留在母体的育儿带中吸食乳汁继续发育 希望下一站赶快去参观五尾熊 水族馆参观到这里 让我们谢谢导览员 谢谢导览员 再见 不客气 你们的表现都很棒 同学们 让我们来做做看这题 检验一下海外壁履之型的学习成效吧 阿燕参观某动物园后 整理所记录的动物资料 如下表所示 根据此表的资料 将动物分类 推测下列哪种动物的体温调节方式 可能与其他三者不同 A 持泻萌 B 环景致 C 孟加拉虎 D 豹文减虎 答案是D 从以上特色 我们可以判断 石仙蒙和孟加拉虎为哺乳类 环景致为鸟类 即为内温 而鲍蚊前虎为爬虫类 是外温动物 故选D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讨论的内容吧 鸟类为卵生 内温动物 用肺呼吸 肺延伸出很多气囊 体表富有羽毛 前肢特化为益 骨骼中空 直轻而坚硬 视力锐利 且具有顺膜 这些特征都有助于飞翔 2. 哺乳类具有乳腺 母体可以分泌乳汁 未补药体 少数哺乳动物为卵生 大部分则为胎生 其中 仅存卵生哺乳类为鸭嘴兽 和真眼 其他都是胎生哺乳类 卡通里的腹鼠 装死第一名 主要分布在北美洲 一胎可以生下十多只小腹鼠 但小腹鼠一开始 要生活在育儿代理 根据上述 请推论 腹鼠应该属于 本支影片介绍的哪一类动物 欢迎收集资料 跟大家一起分享哦